朋友們 雜中國國運軍團 這次在國運會上那可視大放異彩 一開場就來了個漂亮的下馬威 就像是一 群勇 猛的戰士 揮舞著勝利的旗次 一路高歌猛進 潮潮那些年輕的建兒們 他們在賽場上如同閃電般質詞 又似紅鷹般傲場 無論是泳池裡的水花四千 還是田徑場上的風時電製 每一個瞬間都讓人忍不住怕案叫絕 這開門紅可不只是一場簡單的勝利 他就像一把紅紅燃燒的火具 照亮了國家體育事業的前行之路 他讓我們看到了汗水與努力的結晶 感受到了夢想與堅持的力量 他激勵著更多的年輕人投身到體育事業中 勇敢地去追求那屬於自己的榮耀 就說那舉從賽場上 找門的大力士一舉打破世界紀錄 那場面簡直讓人熱血快騰 患有體操隊的小將門 那優美的身姿 精準的動作 仿佛在空中 繪製出了一幅幅圈禮的畫卷 這一場場精彩的比賽 不正是對國家體育事業的最好獻禮嗎 郭晶晶夫婦的慷慨 捐贈 就在大家為中國奧運軍團的精彩表現歡呼著躍時 郭晶晶夫婦也用他們的行動 及這場盛宴增添了農墨重彩的一筆 聽說了嗎 僅僅20分鐘 100萬獎金就從他們手中送出 這速度簡直比火箭還快 這可不是一筆小數目呀 朋友們 此前 東京奧運會霍士基金更是毫無人性 中國代表團 在此次奧運會上獲得了38金32銀18銅的成績 其中 中國乒乓球隊獲得了4金3銀 為了獎勵獲運動員 黃南為每一位獲獎隊員 都送出了一套價值500萬人民幣的四合縣 總計價值3500萬 黃南的大手筆著實令人震撼 作為前中國乒乓球隊的一員 離開乒乓賽場後 黃南仍在為中國乒乓球事業推廣盡心盡力 獎勵運動員也視黃南社會責任感的體現 黃南的豪氣令人欣賠 可申為前中國跳水隊隊員的郭晶晶也非常大氣 郭晶晶所在霍家 在1984年成立了體育基金會 專門為了獎勵那些 在國運會上獲得成績的運動員 對於金牌得主 霍家一人獎勵1000克黃金 另外還有8萬美金 對於銀牌得主一人獎勵250克黃金和4萬美金 同牌得主則是150克黃金和2萬美金 中國代表團共獲得38金32銀18銅 這其中還包括一些團體項目 就金牌項目而言一共有50位高運冠軍 所以 總計算下來 郭晶晶家要送出61公斤黃金 另外還有接近4000萬人民幣 其實 郭晶晶夫婦長期以來 一直都是中國體育事業的堅定支持者 他們就像守護天使一樣 默默地為運動員們提供著幫助和鼓勵 從資助體育設施的建設 到關心運動員的生活和訓練 他們的付出無處不在 還記得那是偏遠地區的體育訓練基地建設嗎? 郭晶晶夫婦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 讓那些懷轉夢想的孩子們 有了更好的訓練條件 他們的每一次善舉 都如同春天類的細語 絲潤著中國體育事業 寫片廣謀的土地 郭晶晶夫婦的愛過情懷 為灑郭晶夫婦能寫摩大方 這麽積極地支持咱們的體育事業呢? 這背後啊 藏在的是他們深深的愛過情懷 他們把對祖國的意外 融入到了每一次的行動中 受象視血液裡流淌著的信念 永遠不會改變 這種愛過情懷可不是嘴上說說而已 而是實實在在的付出和奉獻 他們的慷慨讓我們看到了 中華兒女一家親的真實寫照 無論身處何地 無論從事何種職業 只要心中有愛 就會為了祖國的繁榮和發展 貢獻自己的力量 就像一家人為助在一起 為了共同的目標而努力 郭晶晶夫婦用他們的行動告訴我們 愛過就是要實實在在地為祖國做點事 中國運動員的待遇與國際比較 郭晶晶夫婦可視堅定地認為 咱們中國運動員的待遇 一點而也不比美國運動員差 其實啊 咱們國家對運動員的關懷那是無微不自的 從訓練條件的顯著改善 到生活保障的大幅提高 每一個環節都傾著了無數的心血 咱們的運動員們擁有極為專業的教練團隊 配備了先進精良的訓練設備 更具備充足完善的營養保障 而且 社會各界對運動員的尊重和支持 也是羽翼俱增 相比之下 美國運動員雖然在某些方面可能有其特點 但咱們中國在保障運動員的全面發展方面 可視下足了功夫 這也讓咱們的運動員能夠深無旁無地 投入到訓練和比賽中為國家爭光 港澳同胞與祖國的血脈聯繫 港澳同胞和咱們祖國人民 那可視打斷骨頭連雀巾的親人呢? 一國兩制政策 就像是一座堅固的僑良 把港澳和內地緊緊地連載了一起 大家心往一處想 敬往一處洗 共同為了祖國的繁榮富強而努力 無論是在經濟領域的合作 或是文化交流的互動 港澳同胞都積極參與 發揮著重耀的作用 就像一家人一起蓋房子 港澳同胞拿著自己的工具 和內地的兄弟姐妹們齊心協力 共同打造出一個溫馨 繁榮的大家庭 對於國精精夫婦的捍衛 我只想豎起戴帽子 大喊一聲 太棒了 他們的慷慨不僅是物質上的支持 更是精神上的鼓舞 我相信中國獲運軍團 在接下來的比賽中 會將一群勇猛的獅子 繼續稱霸賽場 而香港同胞們 也會以各種方式 為祖國的體育事業 貢獻更多的力量 讓我們一起為他們加油作威 期待著更多的輝煌時刻 社會反響與影響 國精精夫婦的捐贈行為 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大家紛紛點贊 稱讚他們是體育界的天使 這一善舉 不僅僅是對運動員們的物質獎勵 更是激化了全民對體育事業的關注和意外 他讓我們感受到了團結的力量 讓民族自豪感在每個人的心中猶然而生 就像一陣春風吹開了人們心中對體育 對愛國的熱情之花 相信在未來的日子裡 會有更多的人受到他們的影響 為國家的體育事業添尊加雅 結語 國精精夫婦的捐贈行為 就像一火取燦的星星 照亮了國家體育事業的天空 他們的愛國情懷如同溫暖的陽光 照耀著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心靈 讓我們團結一心攜手共盡 為了國家的榮譽 為了體育事業的輝煌 一起努力拼搏 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 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夢想 那就是讓祖國更加繁榮昌盛